邓紫棋和张碧晨先后登上了同一档综艺节目 为歌而赞 他们在其中都表演了自己的原创歌曲 但因为他们和华晨宇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 他们创作的歌词也被大家认为是在隔空喊话 在这个综艺里 邓紫棋唱的是他的新歌《超能力》 但这首歌的歌词有些奇怪 和他以往的风格不太一样 于是就有网友表示 这首歌像是为了内涵华晨宇而创作的 邓紫棋在新歌中写道 发现你没有多单纯 而我有多蠢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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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biu biu biu正是华晨宇的口头禅 他之前还特地在社交平台上发过这句话 在和别人的互动中也常常出现这句话 除此之外 邓紫棋的这次MV的风格也十分的奇幻 讲述了自己的爱人出轨了一个外星人的故事 而且MV中的外星元素还不少 甚至直接用上了UFO的图形 而当年华晨宇在参加选秀节目时 因为唱过一首无字歌 所以粉丝就一直称他为火星人 更巧合的是 MV中的男主角出轨了一个戴绿色头套的外星人 还被邓紫棋抓了一个现行 而张碧晨的b就是绿色的意思 各种迹象加在一起 难怪网友们猜测他在内涵华晨宇 而张碧晨在节目中表现的原创歌曲是 《在梦在行》 也被大家认为是在做出回击 从歌名开始似乎就在回应 邓紫棋依然睡公主中的歌词 梦醒了吗 而他的歌词似乎也在描述 与华晨宇恋爱生子的过程中 虽然有着纠结彷徨 但最终还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 一开始的歌词是 太阳注视沙滩 月亮凝望海岸 点亮指折的玫瑰 趴摇 趴晃 散芬芳 似乎讲述的是他们恋爱中美好却虚幻的感觉 第二句 隧道透视光亮 眼泪甘甜浸凉 看不清路灯绿与红 是进是退 不想 讲述张碧晨能看见了远方的光 但却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 是进还是退 他也不想就这么结束 而后面几句歌词写着 有个小孩轻抓着窗帘的摆 新世界在窗外 拉开就到来 蝌蚪越过围墙 幼鸟飞过灯塔 似乎都在说明张碧晨孩子的到来 就像小蝌蚪找妈妈 幼鸟寻雌鸟 整首歌听起来非常优美动听 一边述说着张碧晨对梦想的遗憾 一边又展现了他对未来生活的遗憾 就像歌词最后一句所说的 梦里一切都存在 生活比梦更可爱 正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 想必张碧晨在创作这首歌时 也加入了自己的生活经历 而在节目采访中 张碧晨的回答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他表示自己在创作时 是处于很平静舒适的状态 整首歌他是把想象写进歌词 描述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 他希望通过这首歌 表达爱自己与值得爱的人和事 当他在被问到 面对在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想过逃离残酷的世界时 他立刻给予了否定的答案 坦言幸福就在路上 不要太满刚刚好 他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 或许拥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 他的心境有了一些转变 发现生活中的很多美好 并不是爱情给予的 但随后 邓紫棋的采访 将他们三人推向了风口浪尖 邓紫棋直言自己 不会未婚生小孩 一定会结婚后再考虑生孩子 网友们纷纷怀疑 他在内涵张碧晨和华晨宇未婚生子 没想到张碧晨的闺蜜也坐不住了 出面为他抱不平 发文讲述狐狸和葡萄的故事 众所周知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道理 疑似暗讽 邓紫棋没能和华晨宇走到最后 就要硬扯上张碧晨不幸福 舆论也瞬间分为了两派 一派认为闺蜜戏太多 一派又认为支持闺蜜 邓紫棋内涵太过分 后来闺蜜悄悄删除了文章 而邓紫棋也在好多年前 就说过这个婚姻关了 可惜的是 大家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不是他们的音乐才华有多出众 也不是他们的创作能力有多强 而是因为 他们都能和华晨宇扯上了关系 据悉 华晨宇和邓紫棋曾多次传出绯闻 两人在2015年就被拍到约会 2016年 邓紫棋还被拍到连夜飞回北京 陪华晨宇跨年 在华晨宇家过夜 之后两人机场分别时 华晨宇还亲密地摸了摸邓紫棋的头 而邓紫棋在2016年发布的单曲《华》 也被指示在暗中向华晨宇表白 还把自己对华晨宇的爱意写进了歌里 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华晨宇落下 不得不说 华晨宇和华晨宇的读音 真的十分相似 然而在2017年 华晨宇又被曝与张碧晨恋爱 差不多时间 邓紫棋推出了自己的新歌 很久以后 还在采访中回应自己的上一段感情 他称自己用了一年才走出来 两人是迫不得已才分开的 并不是因为不爱了 但是又有网友猜测 华晨宇与张碧晨 是在2015年参加的 综艺《畅游天下》时 暗生情愫的 当时他们的互动就非常亲密 如此看来 他们三人的情感纠葛 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过华晨宇倒是非常迅速地出面 澄清了自己 没有在恋爱时劈腿 而在他和两位女生传绯闻时 却一直以音乐上的相互吸引为借口 说明自己与对方只是朋友 如今他们三人对感情经历 都没有进行详细的叙述 除了能感觉出时间线很混乱外 大家依旧不知真相 邓紫棋与华晨宇的感情 早已成为过去世 张碧晨虽然是一位单身妈妈 但也会好好守护自己的幸福 照顾好自己的孩子的 很多人都觉得爱情 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希望他们也能不再为爱情神伤 拿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这里是呱唧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的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